世界巨星 熊讚 所到之處引起熱烈歡呼 熊讚是全台最紅吉祥物 賽會期間熊讚娃娃被秒殺 追加預購六千隻 就算十月中才到貨 仍舊被搶購一空 人氣這麼旺 其實出道路很坎坷 你拿錯了還是你拿 僅僅黏著市長柯文哲 熊讚剛出道時 臉書貼文只有百讚 一度被柯市長嚇通牒 再不紅就減薪 熊讚團隊上山下海 趴趴燥 不放過任何曝光機會 終於逆轉 連企業都搶著要挖腳 我這樣只是需要就業輔導 他還會在台北市工作 所以市長要把他留在台北市這樣 對啦 這個就是 我已經根據官員警 我說像這種東西是你們要去規劃 可悲開口挽留熊讚 但最佳城市代言 不得不提這隻熊 跳起熱舞好靈活 熊本熊呆萌樣 生殖人心 不小心跌倒 也能變成新聞話題 成功帶起熊本縣觀光熱潮 堪稱最佳行銷大使 基本上他萌 他很可愛 那所以吉祥物的一種行銷 他可以創造我閱聽大眾或是消費者之間 跟這個城市或跟這個品牌 最緊密的一種連結 熊讚的故事有沒有可能繼續深化 比如說熊讚的星座 熊讚的雪形 故事行銷的一個過程中間 他強化他的一個續航力的一個過程中間 都是可以去做操作的 吉祥物玩偶想成功得當藝人來經營 創話題搭時事還要拼曝光 湊齊要素 時事就能造英雄 記者張凱亮 李立貞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